Garo 発表 原本是幅到118 對齁 那我們今天就進入到下一張 這個齁,這一部ligt經 慢慢接近衛生 估計應該可以讀完 讀完之後我們再做一個總結 讀這部經的總結論 另外再加強補充資料就是我們對四項要再強化一下 讀完這部經我們大概大概一節到兩節的時間 來做一個總結 讀完以後這部經做圓滿之後 我們下一部就來讀比較輕鬆一點 讀那一部威魔結晶 這部就比較輕鬆一點 所以請各班班登記一下 沒有這本書的登記 請教律去訂購 對各班班的麻煩一下 所以我們預估 今天是第二個禮拜 第三 四 大概最多到十一月的第一個禮拜 我們應該就可以圓滿了 接下來我們就要公布一個圓滿這件 請麻煩翻證一下 好 那我們來看這個 一百一十九到一百二十這個圓錄 這一張圓錄 這張圓錄 順不提 若三千大千世界中 所有租順 所有租順三碗 如是等七百經 有人實用 故事 若人以此 波羅蜜經 乃至四巨祭等受死 讀順 為他人說 於錢 福德百分不及一 百千萬億分 乃至算數批一所不能及 好 我們來 看到那個 看到那個翻譯的 好 好 圖翻譯的 齁 希伏迪對佛說 那不對 好 希伏迪有堆積起 以三千大千世界中 所有 諸多西米山 大山 齁 希伏迪大山 齁 相等的這個 七種寶物啊 就表示說 這個七種寶物 跟希伏迪山一樣 多 堆積那麼多的那個 寶物啊 如果有人啊 拿這些寶物 用作故事啊 這是一個齁 另外一個就是 如果又有人 憑藉這部 波羅蜜經 甚至於當中的 四巨祭語 比等 信授 慈手 朗讀 銀送 對他人 禪說 拿錢一種人 因為牧師 獲得的福等 與之相比 還不到百分之一 百千萬億分之一 甚至 計算和打底方都不能說盡 這張啊 就是在講說 我們 我們啊 壽時 讀送這部經的那個功德 那 壽時讀送 我們上次講過 就是說 你 那個意思 不是你去送他 不是你去讀他 你要去 了達這部經的那個經義 你如果 了達這部經的經歷 甚至就是說 呃 這部經裡面的 失去記憶啊 啊 啊 能夠 能夠 會對他你產生 那個功德 齁 那個功德啊 比 那個 你所堆積出來 跟沙仙大仙世界中 所有 都有虛擬上大 那麼多的那個七種法物啊 相比啊 沒有辦法相比啊 齁 齁 齁 這張就簡單啦 就是要講說 這部經 如果 表達這部經啊 那個功德 齁 那個功德是 無量的話 接下來我們看那個 下一張 齁 一樣 人 修佛提啊 於義因而 如等物為如來做事念 我當度眾生 修佛提 莫做事念 何以度 實無有眾生 如來度者 若有眾生 如來度者 如來即有 我人眾生受者 修佛提 如來說 有我者 即非有我 而凡夫之人 以為有我 齁 修佛提 凡夫者 如來說 則非凡夫 好 我們看那個 接著看地影 齁 修佛提 你認為怎樣 你們不要說 如來產生了這樣的念頭 我應當度過眾生 修佛提 不要有這個念頭 為什麼呢 實際上沒有什麼眾生 是如來可以度過者 如果真的有什麼眾生 可以讓如來度過 那麼 如來就執著於 我向人向眾生向 受者向 修佛提 如來所說的 存在著自我 就不是存在著自我 而那些凡夫們 總以為存在著自我 修佛提 所謂的凡夫 如來說出來的 就不是凡夫 那麼這張裡面 就兩個名項 一個就是盜託 就是盜託眾生 那個重生 重生 我想大家知道 就是說 重 我們回來 那個法醫講 就是說 呃 這邊啊 裡面就是我啊 這邊是我手啊 齁 那個廣義的重生 這個就是重生啊 廣義的重生 齁 那 那麼 應該講 狭義的重生啊 就是 這個就是一個人啊 就是一個重生啊 那你如果在廣義 就是這些東西啊 就是你的重生 這些 這些 一切 一切法 就是我們的一切盤 那都是 那都是重生 那你 遠離了我跟我手啊 那時候就是如來 齁 所以 怎麼 所以 這個重生啊 你離了我跟我手啊 重生是什麼 重生就是 虛妍分別啊 就是你這個 這個啊 你這個 真如本性 虛妍分別的 結果啊 你知道嗎 齁 所以 這是一個 這是一個齁 這是一個名相 重生是一個名相啊 齁 所以這個就是 虛妍分別的東西啊 啊這些東西都是啊 齁 你所謂的 重生齁 比如說你 你 俠義的就是 每一個人 每一個生命 那個就是重生 你廣義的話 包括這個 所了的境 所了的境 一切法 齁一切善跟一切不善的法 通通都是重生 齁 那你看啊 你看啊 這些這些東西 是不是你真如本性 需要分別的結果 對不對 是不是 那個需要 需要分別的結果 所以 重生有沒有得度 沒有度啊 你你原本 你你那個 那個真如本性啊 本來就是 怎麼講 本來就是種種不動的啊 對不對 所以有沒有度 沒有度啊 我們解釋是這樣的 但是 你要回到 用事項來講的話 你如果執著 我說我有在 那個 我度多了所有的重生啊 齁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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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項 意思就是說叫我們 有你那個事項 回到法域來 就這樣來看待 齁 那下一個就是 這樣這個知道嗎 這一章 兩部分 一個就是 你說度多重生 要知道這個重生 要知道這個重生的定義 這個就是 通通都是重生 一切法 通通是 通通是做重生 齁 不是很單純的講說 這一個就是一個重生 那知道嗎 他為什麼 為什麼前半段在講說這個 因為 更後半段 更後 後面這個 後面這個就是說 嗯 如來所說的 存在著自我 存在著這個我 這個我 這個我 後半段講什麼意思呢 他說這個 如來講的這個自我 這個自我 假設這個自我是一個名項 那這個自我 你如來說 如來說 有這個自我啊 如來的自我 跟傳入的自我 不一樣 啊這個自我 這個名項 也有四項 也有四項 所以你不要去指著這個 這個這個這個 這個這個 名項 齁 所以你要你這個 你這個 視像啊 回過頭來看齁 他現在這張齁 那個 後面這邊講的意思 除了這個以外 另外一層比較深層 深層的意思啊 我們 環屋啊這個我啊 這個我啊 齁 我們都 我們都活在 這個我 對不對 我們都活在這個我啊 齁 啊 我們修行也是要把這個我給 怎樣 這個我給斷備掉 對不對 可是啊 你怎麼去斷備它 你怎麼去斷備它 對不對 他你如果 那個什麼 你這個這個A向它 不斷的流線 齁 所以環屋跟聖文啊 他差在哪裡呢 後面 後面這個地方呢 後面 後面這一段喔 他在講說齁 當你 你修到聖文位的時候呢 這個的我 是變成什麼我 環屋就是一個 這個環屋的我 跟你聖文的我 差在哪裡 這個這個這個環屋的我 就是 你一直 一直 活在那個 污名大海裡面 我們說 污名厚海 齁 但是不斷的不斷的那個什麼 不斷的需要問題 不斷的產生煩惱 不斷產生煩惱 對不對 啊 當你煩惱斷進啊 齁 這個這個 這個厚啊 就這個 這個厚海澄清了 厚海清淨了 那時候聖文啊 聖文的我是什麼 所以啊 會怎樣你知道嗎 會會有一個 我們說 那個 有一個 靜德 你知道嗎 記得嗎 我這個好像有 有講過齁 麵盤經裡面講這個靜德 啊 也可以講說齁 我們說四天道啊 記得嗎 四天道 四天道是什麼 藏樂我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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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四天道哦 它有 有 兩個 一個是凡路四天道 一個是 那個什麼 嗯 聖文聖的四天道 小聖的四天道 齁 反正現在道啊 以藏為藏啊 以樂為樂啊 反正是 什麼什麼是藏 我們說 那個 比如說我們一般的認知啊 就啊 藏就是 就是就是就是藏 一個藏一個不藏 就是我們的我們 反正就是講的 樂啊就是快樂 不是樂就是苦 知道嗎 齁 他就是我一直活在這個我裡面啊 這個劍啊 齁 反正的靜是什麼 反正的靜就是 就是那個 汙佐跟清靜 就這樣子而已啊 就是反正的四天道 啊那個那個什麼 那個聖文聖的四天道 聖文聖的四天道啊 就是說 他 怎麼樣 我跟你講 他這個齁 他這個齁 以什麼 以無產為產 以無產為產 以什麼 以苦為樂 齁 啊我咧 這個我 我怎麼樣 這個我啊 還是 還是我 知道嗎 這個靜呢 他以為是哪 以為我進入空了就是天 就是那個 那個什麼 那個小 那個小鎮 那個小鎮的那個四天道 知道嗎 那個齁 講到這個地方 我們就 那個 欸 稍微打差一點 齁 環路四天道 我們講到這個 講到這個 環路四天道是怎麼樣 就是以產為產 以樂為樂 一個就是看山是山 看海是海 看水是水 齁 那個那個什麼 那個小鎮的那個四天道啊 就說看山不是山 看水不是水 就是齁 以無產為產 以苦為樂 齁 那個就是那個什麼 欸 看山不是山 啊 看山還是山 看水還是水 那是怎樣 那個就是 就是這個啦 就是 聖倫的那個 齁 你達到這個 靜德 齁 那就聖倫德 藏了我靜 那個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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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是 真長 真樂 真容 真靜 那知道嗎 好 那我們來講說 怎麼叫做真長 怎麼叫做真長 真長齁 真長就是永不便利 永不便利 永不便利就是真長 什麼東西永不便利 捏盤啊 你達到究竟捏盤啊 那個時候永遠不會變 捏盤的體性啊 永不便利 那個時候就是真長 齁 齁 就算你達到那個 不生不妹 見證你的真乳本性的時候啊 齁 那個時候的長 就是真長 為什麼是真長 因為它那個體性啊 永遠不會變 永不便利 齁 齁 啊這個熱 什麼是熱 你齁 你齁 當你正中路練喊的時候啊 那個時候啊 就非常的 這個 非常的 安穩 齁 你的那個 那個心境啊 非常的安穩 那個時候 在那個安穩的動作之下 那時候 那時候的熱 齁 那時候的熱 才是真熱 齁 齁 我們現在在講這個聖倫的見證齁齁 齁 正常 最常是 真常就是 做什麼永不便利啊 齁 齁 就是那個練法的體性 永不便利叫正常 啊這個熱呢 就是說你安穩的 就是熱 就是真熱 那時候就是真的齁 齁 啊我呢 就說是真我 我們剛剛講就是說 你反覆的我 就是一直煩惱 對不對 反覆我一直煩惱 啊你 你聖人的我呢 聖人的我 你聖路練喊 那時候的我是什麼 因為這個我不可能消滅啊 啊這個時候的我是怎樣 因為齁 你這個是 怎麼樣 內外平等啊 不生不滅 那種狀態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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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種狀態叫做怎麼樣 就是自在 就自在 內外平等嘛 就不在了 齁 那說自在 自在就是我啊 齁 這時候的自在為什麼 為什麼叫做自在就是我 因為啊 因為你這個內外平等啊 所以我們講說 任運自在 齁任運自在 怎麼說是任運自在呢 你看 那個齁 你在 不生不滅的時候啊 我們講說 你在那個 站在一毛端 你在一個頭髮 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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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尾端 你就可以 講做萬法 齁 你也可以怎麼樣 你也可以 坐於 坐於那個那個那個 那個廣泰的西空中 來 來 來講說萬法 那個就是任運 是吧 小可以小到幾小 大可以大到幾大 那就是任運 是吧 所以在那個裝作之下就是很自在 任運自在 齁 所以那個時候才是真我 這時候才是真我 好 啊 製作真靜 什麼真靜 真靜就是你那個 那個捏盤 捏盤到那個什麼 不生不滅的時候啊 那個時候就是什麼 不過不靜 齁 不過不靜 那時候才是真靜 就是捏盤的體性啊 捏盤的形 那時候才是真正的 真正的真靜 這樣知道齁 所以 這個啊 這個就是那個 四個靜等 齁 一個聖等的一個四個靜等 好就是 不夠不靜 好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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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靜等啊 我們講到靜等 就是 聖等的這個 這個四個靜等齁 好 那如果你證入到 證入到 真正的本性啊 齁 找到 不生不滅的時候呢 那個時候 那個時候就是 真慘 真熱 真冷 那你要知道 齁 齁 齁 那個慘 那個慘就是 那個捏盤的體性啊 永不便利 那個就是真慘 齁 這個熱啊 齁 你不生不滅的非常的安穩 你的 你的那個心非常的安穩 那個 那就是 那就是 就不是法熱 那就是真 真熱 啊 重點就是這個我啊 齁 我啊 齁 這個我不可能沒有 齁 這不可能沒有 所以 你要證到不生不滅的時候 那個時候就是自在 齁 那個自在 他知道齁 啊這個靜就是 那個什麼 那般的體性 不夠我不靜 那就是真靜 齁 這張 到最後啊 雖然講究說 一直在強調說 你要遠離那個四項 你要離了這個四項齁 齁 之後啊 連離四項的那個念 都要 都要遠離他 齁 啊這邊 這張是 是這樣的一個 一個 一個 概念 前往四項 我們要去認識 就是說 後面這個啊 那個那個什麼 自我啊 齁 我在講這個自我 齁 齁 這個這個 所謂的凡乎啊 他說所謂的凡乎 如來說出來的凡乎 就不是凡乎 齁 齁 你啊 你凡乎啊 齁 你凡乎就是這個天道 啊你如果聖神 你如果遠離了這個啊 遠離了這個 這個 殘留我進來 你就聖神啊 對不對 聖神啊 那時候 那時候就是 真慘 真熱 真禁 好 那就是聖神的四個禁德 齁 這是 這個是這一篇的那個 欸 主要的意思齁